周二 美国无人机再次立下反恐打工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重要头目之一阿盖尔 在叙利亚西北部城镇金达利斯被定点清除 另一名与之关系密切的伊斯兰国高级成员身负重伤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布奇诺在声明中称 这次打击再次兑现的中央司令部 对该地区和长期打击伊斯兰国的坚定承诺 清除这些伊斯兰国头目 将破坏该组织进一步策划和实施全球袭击的能力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乔安综合报道